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知道,《多罗大陆》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动漫 虽然上映时间不长,但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因此也被很多人称为滚满巅峰 下面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吧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与实力为尊的事件 而作为男主的唐三,一直以来的表现都是非常亮眼的 不过在他的身份暴露后,遭遇了来自多方的压力 很多的魂式战队都联合起来,针对史莱克七怪 特别是在总决赛上,很多团队的目标都是为了打败史莱克七怪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活武了,毕竟他的天赋也很高 因此在看见主角之后,难免有一些不平衡 所以在大赛开始之后,一直在针对主角 而这一切唐浩都看在眼里 唐浩从指导儿子参加比赛之后,就知道他的身份迟早会暴露 而舞魂殿的目的也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也在暗处默默保护着儿子 虽然从来没有露面过,但那是因为还不到时候 在大赛结束之后,桃浩来到了舞魂殿 单挑两位宗主,让舞魂殿再次见证了他的实力 而这个举动,也上七宝雷宗的逆风质都看傻眼了 他的能力竟然这么长,毕竟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而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